台湾人愛吃Buffet 有大量海鮮 根據定位平台統計 光是2017年使用網路來訂餐的 就有40%的消費者 就愛吃Buffet 美國牛小排內 包製壽司米噴牆炙燒 要製作這道Buffet 南北就有差別 以南部來說 比較拼愛全熟 而北部人五分手剛剛好 對耶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就是比較喜歡吃比較沒有熟的 南北口感差異也很大 以南部來說口味偏甜 喜歡重口味還要澎湃大分量 但北部講求清淡小分量恰恰好 我覺得應該是耶 南部人需要就是 就是東西看起來比較大這樣 南北Buffet各有喜好 像是南部人一定要有牛排 而北部人特別喜歡吃生蠔 北部人的話 一般的消費者還是喜歡偏重於海鮮 口味到不同也難怪主廚得客製化料理 不管是食材分量都能 增南北 三星五進行裝牌看不到